大家各位好 自从离开这个凭证以后 虽然我带着一个大的脚架 和我一个很大的麦克风 基本上就没有机会用 不是说基本上 就干脆就是没有机会用 因为这个每天的这个行程 安排得非常的紧 所以就是说没有机会 把这些架起来做节目 事实上是有很多要讲的 所以我只能把它笔记下来 笔记下来以后回到美国以后 再慢慢的去讲这些事情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到了新北市 清早爬起来 要赶早把这个节目做出来 这个就是有感而发 就像昨天吧 我从新竹市 来到了新北市 新北市是一位客家朋友接待我 我想客家朋友可能是 非常非常的客气 所以他一定要让我住酒店 他说他出钱让我住酒店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钱是一方面 我确实是不愿意 别人为我破费 别人这个 哪怕请客吃饭 你的贵一点 我心里都很紧张 就是说我不想在经济上 给人挺麻烦 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我到这里来 是来寻找外婆家的 这个感觉 外婆家的亲戚 以及外婆家的朋友 所以住在酒店里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住不起酒店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当时我就想 有没有别的办法 凑巧这个新北市 另外有一位80后跟我联系过 就是我那里很方便 我有两间房 我一个人住 酒店随时可以来 但是我人呢不在这里 我现在人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要是到新北市呢 你跟我联系呢 我就把钥匙留给某某 你就去找他就是了 你就去住就是了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 其实呢 我真的是没有太放在心上 我之所以啊 最后答应 在这个客家朋友家里 这个住五天以后 到他这里来住两天呢 真的就由于他是一个年轻人 我想跟年轻人这个交朋友 因为他是80后嘛 知道就知道 我那个前太太啊 那个上海那个秦岳太太 他也是80后嘛 所以我跟80后的是谈得来的 是没有什么代沟的 所以呢 我希望在这里 交一个80后的朋友 是这个原因 我跟他讲过 好 我先在别人家里住五天 然后呢 到你家里来住两天 他后来又跟我来消息 就说 那么在我家住两天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一起做一个节目 那更好了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呢 跟我虽然是沟通的 我就顺手 我就把东西放到这个房间 就用这间房间了啊 所以一切呢 都不陌生 对我的说 好像是形象所讲过啊 真的就好像到了一个亲戚家里一样啊 有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床的感觉呢 是唯一一张 跟我在日本的床 有点接近的床啊 我发现这个台湾的床啊 都比较硬 我一直睡得比较硬啊 唯独这张床 是比较软一点的 跟我在日本的床的感觉 非常接近 所以我就是 make myself at home啊 就是说我自己想到家了的感觉啊 然后呢 这个做完视频就想睡觉了 在睡之前呢 我想起了啊 另外一位这个朋友 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啊 就是说 买酱油的故事啊 这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说 在民国时代啊 这个 一个四三四岁的小孩 他妈妈说 哎 你出去买瓶酱油回来啊 这小孩就出去买酱油 这个一买酱油就没有回来了 为什么呢 就给国民党给抓 撞钉给抓走了啊 那个时候是抓撞钉啊 四三四岁的孩子也抓 抓了就当兵了 这个家里就失去联系了 这样呢 这个小孩子就一直跟着 国民党的军队 跟着蒋介石啊 就到了台湾 一直等到改革开放啊 这个两岸这个关系 缓革以后 可以探亲的时候 他才从台湾啊 买了一瓶酱油 然后就带到老家啊 就准备跟他妈妈讲 妈妈酱油买回来了 就是呢 儿子探完啊 多绕了一点路啊 然后他发现 母亲已经去世了 这时候把这个酱油啊 就放在这个母亲的 这个粉末前啊 可能连冯末都没有 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地方嘛 一个巷子的地方 这个妈妈说对不起啊 儿子探完了 回来完了 对不起你老人家 就这么一个很伤心的故事啊 睡觉之前就想起来这个故事啊 然后我就睡着了 开始睡着的时候 是一种那种也是半醒的状态 就是这个脑子啊 没有完全睡 身体很累 睡着了 但是脑子并没有睡 那么呢 就感觉到这个床上啊 有一种那个弹簧 他是自动的可以帮我坐起来 我睡下去 他又自动的要坐起来 然后我睡到一点钟度 他就蹦倒下去 然后他又自动的帮我坐起来 连续坐了几次啊 当我最后一次坐起来的时候 我拼命想醒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看见了 我的育姑妈啊 我的育姑妈跟她的儿子 紧紧抱在一起 说我们终于见面了啊 就这么一个场景 啊 然后我就醒来了 醒来以后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讲 我育姑妈的故事 下面就是这个故事 它的名称叫 持续的家姓啊 持续的家姓 或者叫 持续的家姓啊 用日语这么讲啊 就是说持续的家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是发生在 我们自己家里的故事啊 那么 我的父亲是一个革命者 他参加了地下党啊 他参加了革命 他跟家里所有的人都 划清界限 也就是说 我的小的时候 对我的亲戚们 都是不认识的 我不知道有哪些亲戚 我以前在视频里讲过 我都有一个大伯啊 是唐伯伯啊 他的父亲是毛泽东 跟这个朱镕基的老师啊 唐伯伯叫我英语 所以我跟唐伯伯 家里走得比较近 那么呢 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批美国的华人 访问中国的学者中间 就有我的另外一个伯伯啊 这个伯伯当时住在艾欧瓦啊 从艾欧瓦他就到了中国 当时是中国的副总理啊 从莫华啊 接待跟陪同 然后呢到了长沙 他们见面了 这个见面会呢 就来了很多亲戚 这个亲戚里面呢 就有一位很不被人这个注意的 一位女的啊 一位阿姨啊 然后呢 我的父亲也是比较愁出的 跟我介绍了啊 这是你的御姑妈啊 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姑妈啊 然后这个御姑妈呢 刚好住在我的这个湖南省京剧团的附近啊 住得不远啊 那以后呢 就是我呢 经常就会去看这个御姑妈 我才发现我这个御姑妈 生活得非常的凄惨啊 她的儿子 是国民党军队的军人啊 那个时候是打日本的时候 那个是打红花啊 怎么怎么样 把她送去这个保家卫国的啊 是英雄式的 把她送出去的 全家人都 全家人都是作为一个骄傲 把她送去当兵 要跟日本鬼子打仗啊 这样一个士兵 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那么七十年代末呢 一直是我去看我的御姑妈 她跟另外一个老人家 Share 就是两个人住在一间房间里 而且两个人关系非常的不好啊 非常的紧张 所以当时的话 我是非常照顾我这个御姑妈 只要是干体力活的 什么事情 我都会去帮忙 也就是因为我去了以后 那个老太婆就不敢欺负她了 因为她知道 我 我看 我还有一个这么啊 这个厉害的持儿子是吧 所以我经常去看她呢 也是给她撑了腰啊 那么 我在这个京剧团是经常有一点东西发的 当时是在单位有些福利 比如说到冬天 我们会发那个藕霉啊 那个霉啊 做成像藕一样 一个一个的 那么送到家里呢 太远了 我自己也不会用 那我就借了个板车 就拖啊 从我家 从我们京剧团到御姑妈家里 虽然不是很远 但是那个路啊 非常的陡 我当时小几个真的是年轻啊 也不知道怎么样把她一车偶面 一个人这么推上去啊 好像途中还有一些小朋友给我帮忙推 送到御姑妈家里啊 如果我们这个京剧团呢 送点什么福利啊 什么东西呢 有时候我懒得回家呢 我也送给御姑妈啊 所以当时呢 她真的是每次去啊 我这个御姑妈就抱着我说 哎呀 我的仔啊 哎呀 我的仔 就抱着我就哭啊 可想她想那个儿子的那种心情啊 那么有一个周末 我去看御姑妈的时候呢 我发现她在吃那个冷饭 我说你怎么不把饭这个热一热啊 她说哎呀 她说那个烧火啊 很麻烦 要烧一个火再热这个饭呢 太麻烦了 她说没有办法 我们就吃冷饭啊 当时也没什么微薄炉啊 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想了一下啊 因为我们在京剧团呢 这个有那个酒精炉子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酒精炉啊 就是像个酒精灯一样 事实上是把酒精放进去 然后把那个点着火以后呢 可以热点饭菜啊 这酒精炉 当时有卖的啊 当时我呢就心疼这个御姑妈 我就买了一个酒精炉啊 就买了一瓶酒精 就过去教她怎么用啊 我说这个你一定要小心啊 要怎么怎么用 全部都教她怎么用了啊 哎 她说好好好 谢谢 然后呢 她就可以吃热饭了啊 79年呢 我就去上海读书去了啊 就一读就是四五年 就没有机会回长沙啊 再回到长沙的时候 我有一次看啊 我说好久没看御姑妈了 我去看一看她老人家 一个人啊 可怜 我就跑去看 结果发现那一栋房子都没了 整个都没了 我一问怎么回事情 他说有老人家啊 在里面用那个酒精炉子 在这个烧饭还怎么样 这个打倒了 结果就整个这一片烧掉了 好几个老人家都跟着一起就 就就走了 我听到这个事情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痛啊 但是旁边有一个开一个个人私人小店的老人家呢 他就给了我几封信 因为他为什么认识我呢 他为什么认识我呢 因为我经常到他小店去买东西 就送给这个御姑妈 所以他知道我是他的侄儿 所以他就把这些信啊 留在那里说 你这个侄儿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交给他 当然他也是希望有一点报仇了啊 我这才知道啊 原来我的那个御姑妈 是通过我美国的这个伯伯啊 写信到了台湾 找到了他的儿子 然后呢 他们一直是有通信来往的 这一下我一看就糟糕了啊 那么就没有写信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只好是模仿着 我御姑妈的那个口气啊 给他的儿子写信 就是妈妈生病了 住院很长一段时间啊 没有给你回信对不起啊 现在好一些了 我请任代笔给你写信 然后就继续写 因为我不想要他的儿子 太伤心啊 而且我告诉他 从此这个信呢 你就转给我的侄儿担久啊 也就是你的堂兄弟啊 他会转给我 从此以后 这个台湾的信啊 就直接是写给我的啊 当然不多一年 总是有那么几封啊 过年过节的时候 对方呢 信也非常的简单啊 就说不能多写妈妈啊 我身体很好 妻儿都很好 然后还有照片啊 那个小儿子一起照照片 但是有一点啊 所有的照片啊 这个我这个堂兄弟的脸都不在的 都是站得高高的 因为他说他打仗的时候 把脸打坏了 所以怕妈妈看得伤心啊 所以呢 只有一个身体 然后其他的呢 他的这个儿女啊 妻子的照片都有的 这个事情一直拖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拖到2002年啊 我想这个事情呢 2002年 他这年纪有多大了 我想呢 这个事情呢 要去跟他家里的人啊 当面讲一讲了 2002年呢 刚好是台湾有一个文学出版社啊 把我评为当年的这个 优秀人啊 就是优秀作家 是那一年的出版我的书籍 这样呢 把我邀请到了台湾来 我在台北啊 我根据那个地址 终于找到了啊 这个亲戚啊 结果一问 根本就不是亲戚 那个照片上的人都找到了 他说是我们 我说那我们是唐兄弟 我可以跟我的唐兄弟讲 讲他妈妈的故事 还跟他这些孩子们讲 讲他奶奶的故事 结果我一问啊 根本就不是啊 他们根本不是湖南人 也不姓陈啊 他们是四川人 他们姓曾啊 跟我们家一点关系的没有啊 然后他们的小孩告诉我 说那个姓陈的啊 是爸爸的部下 战争中早就去世了 这个姓来的时候呢 啊 他的爸爸觉得 不要让这个老人家太担心 太伤心呢 就给这个老人家 一些希望啊 就是要 让他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 一直跟老人家说啊 鼓励你 一定要保护好身体 我们一定要见面 一定要活到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相互这么鼓励啊 就事实上是他的父亲 带我这个唐兄弟 一直在写信 啊 然后呢 这个父亲也去世了 去世以后呢 他这个儿女啊 继续带着他们写信 等于是我代替 我的育姑妈 跟这个增加的孩子们 在写信 就都不是本人了 啊 当时我们真的是 心里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哎呀 讲不出 这个吴卫平啊 讲不出啊 最后我们是 呃 同意啊 大家一起 把这些信啊 走到一个这个 好像是土地公庙吧 在那里就把它就是 烧了 就说啊 把它 送到天上去啊 希望 希望这些前人啊 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 能够见面啊 希望这个历史的悲剧 不要重演啊 这个事情 从2002年 我就把它画了一个句号 从此 我再也不去想 这个事情了 这么一晃 有十几年就过去了啊 到现在已经17年了啊 而且这一次我到台湾呢 讲次讲去找外婆 找她感觉也好 找外婆也好 其实我都没有去想 这个预估嘛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就过去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啊 我会在 这个朋友的家里啊 居然是 那个床上有个自动装置 让我坐起来 看了 我的预估嘛 跟她儿子相见的啊 这一个瞬间啊 这一个画面啊 算是了了他们的疏愿吧 啊 所以呢 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啊 两岸一家亲啊 虽然是某一个政治家的口号 提出来的政治主张 或者怎么样啊 很多人一讲到两岸一家亲 可能心里就不舒服啊 但是我认为呢 两岸一家亲 总比两岸是仇敌要好啊 相互仇恨要好啊 那么就是我们台湾人民啊 我们对你们大陆人民去友好啊 去当你把你们当亲人看 至于你们把我们当什么看 那是你们的事情啊 我们与人为善 这样一种姿态 我觉得是好的啊 那么就是 这次我来了以后 我也确实发现到啊 台湾它不是一个 单民族的一个社会啊 它是一个多民族的 非常复杂的啊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社会啊 就像美国一样 其实啊 你说有原住民啊 当然虽然很少 有客家人啊 有国民党来的军队啊 有本省人外省人等等等等啊 甚至现在有几十万 这个外劳啊 三四十万不可能有啊 所以它是一个 各民族综合的这样一个社会啊 所以呢 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确实是要啊 回顾历史 不要忘记掉 这一段这个国共之间呢 造成了这个 所有的社会悲剧跟家庭悲剧 包括发生在我自己家里的悲剧啊 这种事情 绝对不要重演 所以呢 我的观点就是啊 无论怎么样 不要去发生正面冲突 就不要去正面冲突 不要去 就是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坏啊 共产党怎么怎么样 它究竟没有到台湾来杀人 中国共产党 没有到台湾本地来杀过一个人 那是你说过去的日本人也好啊 国民政府也好 到了台湾了 做了很多的坏事 至少共产党还没有来做 那么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使得 共产党不来做这些坏事情 这个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 那么就是 不要跟中共 不要跟大陆发生正面冲突 我们保持 哪怕是表面上的和气 就像你跟隔壁家里人 关系不好 对不对 你不喜欢他 但是也没有必要撕破脸呢 你如果离得远一点 我不理你没关系 你在隔壁 你出门进门都要见面的 那你总是点刀哈腰 哪怕虚伪一点 那也是会比横眉瞪眼啊 见那面不讲话 要舒服一点啊 哪怕虚伪一点 所以呢 我在这里就是说强调 两岸的人民 两岸的人民 一定要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 一定不能让历史重演 我今天讲这个故事 最后就把这个点啊 录在这里 要吸气教训 两岸人民要友好 要大家都把日子过好 这才是整理 这才是实际的意义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顺便讲一下啊 我这个行程安排是这样的 本来是这个新百事以后 我是要去苗栗的啊 但是由于受到台中的 一位朋友的特别邀请 因为他是15号16号 他们组织几个人一起去玩啊 邀请我参见那个团 所以呢 我必须要在14号赶到台中去 15号16号 我会跟这位朋友 台中的朋友呢 去玩 那么17号开始 我会在台中啊 我会麻烦台中的好几位朋友吧 就会 我会先啊 住在谁家里 后住在谁家里 那个时候 我们到台中再去商量啊 所以我会在台中待一段时间 然后呢 才下到屏东 呃台南啊 再看下面的行程 然后再转回来呢 我会再去苗栗 最后我还会到台北啊 或者是这个 像新竹 我那个朋友 我非常喜欢他 我可能还会去啊 那个时候我会再倒回来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行程啊 希望大家紧跟我的视频 知道我在哪里 然后呢 这个主动跟我联系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再说一遍啊 不要请九哥吃太贵的东西 九哥受不了啊 就是平民的你们的生活就可以 再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